在前面的影片我们曾经提到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真相去预先知道台海局势的变化 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从美国国务院的领事事务局 他会向他的美国公民发出 哪一个国家适合旅游,哪一个国家不适合 然后他旅游的警戒程度是如何 当他提升台湾的旅游警戒时 我们就可以当做一个小小的参考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操作怎么订阅台湾的旅游警示 首先你可以先在网站上面搜寻 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 或者是你可以到影片的资讯栏看到相关的连结 进到网站以后 你可以点选国际旅游 国际旅游这里 往下拉动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护照的照片 下面有一个智慧旅行者 智慧旅行者注册计划 点进去以后 你可以看到最下面有一个订阅或取消订阅 这里 订阅或取消订阅 进去之后呢 在你不是没有在旅行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监控海外特定目的地的安全状态 好 我们点选订阅之后呢 在姓名跟电子邮件这边填好资料 填完之后呢 你可以往下拉到台湾 台湾这个选项 好 点选台湾之后 有一个往右的箭头 这里可以选提交 提交上去之后呢 它就会寄一封信 到你的email信箱里面 好 你可以到你的email信箱里面 应该会收到一封英文信件 英文信件里面的标题是 Subscription Confirmation 在这个信件里面会有一个连结 它是为了要确认 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email 你知道点选了这个连结以后 它会出现一个中文的画面 接下来你会在你的email里面 收到一封 是Welcome to the China Taiwan list 好 这个是跟你说 你的订阅已经成功了 你要收到这一封信 才算是订阅成功 在这一封信的下方 这一封信的下方 没有所在的 就在这一封信的下方 就是这里